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趁着中秋节廉假的最后一天 在港边是涌入了爆满的民众 纷纷拿出相机卡位抢牌 通过鼓风机打气两旁吊车协助固定 泄气两天的黄色小鸭再度鼓出气 恢复她圆滚滚的模样 卡位等候多时的民众纷纷拿出手机抢牌 警呼声连连 终于等到天图台风警报解除 黄色小鸭再度复出 但过程却是一破三则 由于高雄港风浪人大 一度出现七级阵风 超过小鸭能承受的五级风力 冲气时间响后延 直到下午两点半才开始冲气 冲气过程海边风势人不小 工作团队特别谨慎 作业时间阴持延长 而为了争夺小鸭重新亮相 上万人挤爆光荣码头 趁着中秋连家最后一天 细加代券一起来 海风的关系就又收掉 然后今天我看到新闻报道说 要重新冲气 然后从嘉义赶下来 还有来台的路深 也带着小鸭法式 特地前来合照 我们因为从大陆过来 就很不容易 然后就减了好久 随着黄色小鸭重返关榮码头 周边交通管制同步恢复 师傅也将夜间照明 延后到五月十二点 要让更多的民众 能倾毒小鸭的风采 记得李璇许正俊 高雄报道 天吐台风 在东台湾带来了惊人的雨量 台八线中横公路上的白沙桥 上方边坡经不起大雨 不断冲刷 突然坍塌 坍坍的土石 覆盖超过了二十万立方公尺 预计一直要到礼拜五 才能够抢通 说到台风影响 台八线中横公路 一百八十一点三公里路段 二十四小时累积雨量 超过六百毫米 造成当地白沙桥上方的边坡 就这样崩落下来 把白沙桥的桥面到桥墩整个覆盖住 造成交通中断 公路单位出动抢修 但天气仍然不稳定 不时有近些大雨 加上摊坡的土石量相当大 估计至少到周五才能恢复通车 摊坡量大概有二十万立方以上 目前用目测的方式大概是这样 预计我们待五 也就是说我们有五个的 抢灾的一个工作天 可以进行抢灾 白沙桥在今年五月份也曾经摊坡 因此这次台风来袭之前 公共总局就已经先预警性封路 撤离山区游客 因此没有造成人员受困 台风在东台湾带来强降雨 花莲受风向的这一处堤防 也经不起雨水冲刷溃堤 居民非常担心 暴涨的溪流会淹进家里 当地里长紧急派人抢修 它是局部刷身 然后它把整个机厨 那个掏空了以后机厨断掉 断掉它就把整个桌面拉下去 大型机具出动先放置销波块 再修补堤防 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雨势趋缓 吸水没有比陆地高 因此尽管堤防溃堤 水还不至于倒灌 将会尽快抢修 记者综合报道 中秋遇上了天吐台风搅局 造成不少蔬菜的倒货量减少 价格上扬 包括了有香菜 青葱 甚至是高丽菜都上涨了 先前连续的豪雨 和这次的台风来袭 菜价居高不下 民众大喊吃不小 趁着雨势趋缓 传统市场一早就挤满了 买菜的人潮 好不容易菜价有回稳的趋势 没想到又碰上天吐台风 让菜价又再度上扬 不少民众都大喊吃不消 像这个高丽菜 我之前买比较大颗 然后一斤是38在这边 可是今天我是找到最便宜的45 也有50几的或是60几的 一把200 对200 那真的蛮贵的 差多少 差大概两三倍吧 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统计 今天台北市蔬菜的倒货量约 1675吨 批发价涨到一公斤43.6元 跟周三的41元相比 涨了两块多 天吐台风来袭 让不少蔬菜的倒货量都减少 导致价格上扬 像是不少餐厅都要用的香菜 每公斤批发价来到580元 青葱每公斤批发价也飙到157元 青椒涨到200元 高丽菜也从一公斤50元 涨到65元 比去年同期的15元涨得更多 今天就是它有的路断掉 所以它菜就没有出来啊 那所以影响到今天的菜家 市场业者表示 天吐台风前夕 虽然农民急着抢收 但预估台风过后的市场 蔬菜倒货量会更少 原本预估中秋过后 菜家会回稳的情形 可能还要再延后 记者吴瑶宇林国荒台报道 血癌不是绝症 如果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患者 即使是没有进行骨髓配对移植 只要是长期能够按时服药来控制 八年存活率可以高达九成 43岁的吴小姐 13年前在医院抽血检查发现 罹患了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俗称血癌 原本以为是绝症 活不过半年 但没想到接受口服化疗药物后 抗癌十多年来 目前病患稳定 只要定期追踪即可 在医生跟你讲一整合 半年一年 只是想要看到我的儿子毕业点 那我也没想到说 既然我连我女儿的都参加了 到现在明年又要参加 她的高中毕业点 医师表示 所谓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是血癌的一种 耗发于50岁以上的中年人 因为第九和22对染色体异味 造成白血球异常增生 但初期没有任何症状 很容易被忽略 之后会出现倦怠 无力甚至发烧 体重减轻 莫名腹痛等现象 全体患者大约2000人 由于这种病程发展很缓慢 如果可以用药物及时控制 八年存活率可高达93% 现在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活 10年20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跟糖尿病 高血压一样 就变成是一个慢性病 而且不需要再做移植了 医师表示 血液型的癌症 跟一般恶性肿瘤不同 无法透过肿瘤大小 来判断疾病状况 只能用血液中的 癌症基因含量来做判断 若无法及时进行骨髓配对移植 其实只要长期按时服药 多数患者可以存活20年以上 甚至跟一般人一样过正常生活 记者来视频续几峰台湾报道